今天開始有病患進到診所 大家幾乎都出現感冒症狀 醫師市井 目前國外正竄起 JN.1變異株 也在新加坡造成大流行 臺灣勢必躲不掉 即便國內JN.1只占百分之三 仍不可鬆懈 十九號疾管署也公布了一名死亡個案 雖然新冠疫苗曾接種四劑 不過今年沒有施打XBB疫苗 十一月確診後住院二十幾天 因拜血性休克 與呼吸衰竭不幸過世 專家推估 臺灣明年一月中 將是JN.1的疫情高峰 明知病毒就在前頭 專家呼籲儘快接種XBB疫苗 具有一定的保護力 快篩也還能準確篩檢 症狀部分 JN.1目前並沒有報告 跟其他新冠病毒有所不同 所以一般就是還是以發燒 然後咳嗽喉嚨痛 等等這些感冒症狀為主 機關署監測 中國呼吸道疫情 仍是以A型流感為主 中國的梅漿症在下降 新冠疫情也處於低點 為了防堵國外疫情 邊境採檢將會持續到過年後 靜西文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